哎呀小龙我肚子疼 小宝宝好像要体现出生了啊 你先回病房 等着我回家去喊人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兄弟们 昨天我不是骑电动车带小朋友去玉米地吗 谁知道突然摔倒了 我的手也受伤了 小朋友也昏迷不醒 不过医生刚刚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我的女友他终于醒了 咱们赶紧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吧 哎 小朋友 你来门诊大厅干什么 怎么不躺在病床上休息 瞎跑什么 忘了 你还有脸说呀 刚刚医生让我去哪样 都没有人陪我 谁帮我去哪样 对不起小朋友 刚刚我在医院门口给兄弟们录视频呢 昨天为了拍视频 你的手都伤成了那样 最后却获得那聊聊无几的点赞 他们已经都不喜欢你拍的视频了 你还见识什么 虽然我现在一只手受伤了 但是我还有另一只只要我坚持下去 我相信屏幕前的大家肯定会喜欢我的视频 给我点赞的 那行吧 我看你能坚持多久 哎呀 小老 我肚子疼 小宝宝好像要提前出声了 啊 你先回病房 等着我回家去喊人啊 兄弟们 小朋友可能是因为摔了一下 导致小宝宝要提前出声了 咱们赶紧回家把家里人全部都喊过来吧 这一会 集合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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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有人都赶紧过来 今天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小朋友在医院里面肚子疼 他肚子里的孩子可能要提前出声了 接下来我分配一下任务 奶奶你赶紧去把洗脸盆 被子 水壶什么的准备一下 等会跟我一起去医院 听说小胖熊要生孩子了 把我奶奶急得熨头站向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奶奶 准备好了 行 那赶紧把东西放后备箱 出发我带你去医院 我真服了 关键十个车怎么在半路熄火了呀 小朋友他现在在医院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奶奶你在后面推一下 我试试能不能打着 太好了 终于打着火了 奶奶 小朋友他就在病房里面 你现在这里等着 我进去看看什么情况 小朋友 哎 病房里面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 床单什么的都收拾干净了 他 他不会已经进手术室了吧 咱们赶紧去看看 不过是大梦一场空 不过是孤影到天空 不过是白鞠之国 一场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